大陸电影《建军大业》 释出最新的青春版预告 极为年轻主演 统统亮相 作为《建国三部曲》的压轴作品 《建军大业》除了找来刘烨和霍建华 演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角色 新生代演员欧豪 陆寒 陈伟廷和张艺兴等 也统统在戏中嘎一脚 年轻化阵容虽然让人眼睛一亮 但却也引起不小质疑声浪 叶挺之酸 著名导演叶大英 发布微博 批评电影《建军大业》 是真不懂历史 还是别有用心的 想借历史事件来发娱乐财 下面这个腿都站不直 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来演叶挺 你们在羞辱谁呢 不仅言辞犀利更直接点名 新生代演员欧豪根本不配演出叶挺 引起不少欧豪粉丝的不满 认为叶大英的言论抹杀欧豪的努力 而对于叶大英的批评 电影公司只透过微博低调回应 欢迎叶大英在上映后到电影院审片 期待叶导演的宽厚感 记者聪厚不到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